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股翔平轟出了五十到五十轟的大联盟记录 真的是百年一届超级难得的球星 而回过头来看 我们台湾也出现了这关键的一级 就是大家说金融海啸来了 这致命的一级到底影响有多么的深远呢 好很多人说到底这一次打房的部分 到底对这个投资客还有一些 不断的在这个想要换屋的群众 会得到什么样的一个教训呢 那么央行这一打房价真的有办法打下来吗 那民众说这根本是在惩罚一些 没有本钱的家庭 因为包括你名下有房子的人 你根本没有办法有宽限期 而且房屋的陈述房贷是全面都下降 这个影响接下来哪些地方的冲击性 会是最大的呢 另一方面来看 这个建商也说 倒闭潮即将来临 会这么严重吗 带不到房子的民众说 现在包括农渔会 还有邮局的资金也非常非常的吃紧 马上要交屋了 钱从哪里来 哪边还有机会呢 马上介绍我们今天现场来宾 这边是期待逆转区 房地产区是专家李同仁 欢迎李董 大家好 我们房地产业者胡伟良 欢迎胡总 大家好 我们房仲业者嘉庆欢迎 庆一好 大家好 强棒初级区 房市专家四位欢迎 大家好 房市专栏作家 颜博之欢迎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上次就在谈说 这个央行应该要采取更严厉的打房措施吗 没想到讲着讲着 真的就来了 这第七波的信用管制 大家都说太狠了 投资哥会不会是一蹶不振 这个刀刀是打到要害 我想先问一下我们现场的来宾们 你们觉得投资哥就只陨落了吗 yes or no 投资哥是不是不行了 两个人觉得不行 两个人觉得还不是这样 要在观望 所以答案是扑朔迷离 李董你觉得没有 投资哥还在 五年的宽限期不除的话 投资客不会死 所以核心的问题 这波炒作的问题 就是辛庆安之乱 辛庆安之乱 有这个八成的高贷 还有这个五年的宽限期 所以这个辛庆安里头的贷款里头 大概拥有三成 上一次我讲过 有三成的投资客介入 或者是不自量力的小白介入 所以这样这个五年投资宽限期没有除掉的话 投资客会收敛 因为他打房 投资客会收敛 他不打房市 其实已经降温 打了当然会提早降温 投资客收敛 但是五年宽限期 还是没有打到核心 因为中央银行不能打败财政部 央银行跟财政部 管不了财政部 OK 好 所以五年这个辛庆安问题 没有解决 那我们刚刚这个胡总是说 会 投资客会消失吗 基本上投资客 现在存活风影不大 其实这个打房 大部分都会伤及无辜 有一些这个 包括我们这么优质的建商 也间接被打到 没有直接打到 但间接被打到 因为其实这个影响是全面性的 他不是说针对哪一个对象 他等于是说杀鸡 杀鸡用牛刀 其实为了要消灭那一小撮的 这个投资客 把这个范围扩大得很广 所以每个人都被打到 所以不要以为大家是 只要跟这个房地产业有关系 难免都受到牵连 因为现在他打的是 把整个房地产的买气 整个都打怕了 我想这个是非常严重 所以杀鸡用了牛刀 包括投资客 建商都受影响 好 嘉晴我们一起来看 那这一波的这个打房组合拳 里面有六类的贷款 这一次你觉得是史上最重的 必杀季在哪里 这次会把我们吓死 你知道 因为我们那时候本来想说 应该央行就轻轻的可能吧 第三季 我们也没想到这样子 对 我们本来想说 他应该就是第二户的这个购物贷款 变成全国 殊不知他不但变成全国 而且他还从六成降到五成 而且还没有关限期 你说是不是逼死我们大家 这也就算了 各位其实可以之前看到 比如说像是公司法人的部分 本来是四成现在变成三成 然后你自然人买豪宅 本来是四成 现在改成三成 然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 购物贷款的这个部分 他本来从四成变成三成 三成 里面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 我们过去江湖有一传说 叫做首购族市 你名下只要没有贷款 有八百间房子都是首购 对 央行这一次告诉你说 没这回事了 以后呢 你只要名下有房子 你第一户 你就算是 你全部够还清 还是算是名下有房子 而且你没有宽限期 这招够狠 这招超厉害的 所以我们这一招下来之后的话 我们大家就崩溃 因为这也是刚刚博子讲的 为什么你如果说是 你名下没有房子 我才要接贷你 因为你才可以借到钱 可是如果说你名下有房子 不好意思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张表 来符合一下大家这个 你要你符合房贷的资格 比如说好 你今天是个人 你个人名下没有房产 你新鲜安首购 宽限期 你都可以有了 那你个人名下 有一间房子 没有贷款 不好意思 你只能够用首购 但是没有宽限期 对 好 然后你个人名下 已经有一房 有贷款 不好意思 这第二户 全部都没有 然后夫妻呢 夫妻你的配偶名下 有一个房子 没有贷款 你可以用首购 用宽限期 那你不能用新鲜安 因为我们新鲜安 是本人配偶 未成年子女名下 你是不可以有住宅的 好 然后配偶名下 你如果有一个房子 有贷款的话 你也是只能够用 首购跟宽限期 那如果说名下 夫妻名下 都没有房子的话 你三个都可以 所以有人就说 他是不是要离婚 这也可以逼 逼大家结个婚啊 结个婚就有办法 来个宽限期 这也是一个办法对增加这个结婚率 没有有房子就增加离婚率 就是有房子的话 如果说有房子 配偶有房子就先离婚 有人是这样说的 然后再继承这件事情 比较麻烦 继承这件事情 就是如果说他名下继承了一间 没有房贷的房产的话 他只能够用首购 所以有时候我们市场上面 会有一种人 就是他有三个兄弟 继承了一间房子 然后那房子可能在乡下 然后你现在为了这间房子 你没有办法申请 那这个是现在央行在去做评估的 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 你名下有一间有贷款房产 那你是三个都不能够去做适用 所以你如果说从这个事情上面来看的话 你就会发现到央行 他在锁这件事情锁得非常的紧 那有人问我说现在新清 现在如果说我名下假设好 我可能加一头有长辈继承 给我一间房子 然后也许三个兄弟继承 我这有没有空间 有 如果说你是新清安的话 现在是40平方米 大概12平以下 你可以去就是申请新清安 只是说他这只是针对某一些相对而言 比较特殊的少数的族群 但是多数以这次央行的 这个操作上面来看的话 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最直接的 手几乎换屋全中 所以对有一些 换屋的名下有房子吗 而且换屋的人现在有多少人 他是想要 他一定多数会选择先买 然后我才卖 不然我家里头我要怎么按赤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 那与其这个样子的话 我是不是就干脆 就是说 整个马上还本地盒就发现 就放弃好了 先不要买了 对所以你说现在大概 以后未来大家跑得动的 大概就是双北市 可能北市可能三千万以下 新北跟其他地方 大概一千万以下跑得动 其他要稍微换屋组的产品 在央行这个规定来说的话 应该是都跑不动的 OK好 谢谢这个家庭 所以这一波打得非常的凶 李董我们一起来看 那么这一次当然这个政府打房子说 希望能够建权我们房地产市场 不过李董你觉得 这样子恐怕不但不能够健全 会造成房市一种 崩盘的情况发生 你说四利四弊怎么看 好我说这个一波央行这样打房的时候 房价会不会下来 当然肯定是会 但是不是因为央行打房 房价才下来 房价本来就是我在上上上个月 已经讲过了 是差学童理论 已经到了一个大街小巷 都在讨论房市的时候 你就要小心 所以我们看到八月份很明显的 八月份的概念是什么 月增率已经都下降 平均六都只有台南其他的都全部都 月增率都下降 就代表交易量萎缩 那他反映的其实是七月份的交易量已经下跌 乘污来讲 所以我们在前线作业就很清楚 从六月是一个高峰 七月往下走 八月又往下走 九月份更糟糕 所以央行没有这个动作 其实房市甩尾已经到一个降温的阶段 当然央行这样子做 会不会是成为一个压垮房市 最后一根稻草 有可能 但是他只是提前让它降温 所以在第四季 应该就有一个 一个比较重要的 一个反转的一个观点 我为什么说央行的打房的策略 当然他有其中有一些问题存在 我们看下一张图 绿色的都是比较激励的措施 红色都是打房 过去历史打房 打得比激烈多 最近的几乎都是很频繁的打房 从2021年到2022年 央行四次现代 五次现代 还有平均地前修法 还有财政部的房地合一2.0 但是到了新清安 全部把它打败 全部打败所有的打房措施 公亏一亏 打回原型 所以新清安出来以后 现在央行不得不出来 出面 为什么 因为财政部的房地合一2.0 确实无效 因为转价 房价越打越高 内政部的平均地前修法 是最严重的 禁止预售转售 那等于是把短线的投资 都掐死了 但是又跑到长线 去做预售开赌盘 用期货的观念 所以你防赌防赌防赌 最后他还是赌不了 因为核心问题没有解决 我才会讲说新清安之乱 才是这一波的核心 新清安之乱 因为中央银行 他管不到财政部 财政部自己也不能打自己 所以财政部躺在那边 内政部已经用了最绝的一招 也躺在那边 两个部份没有招 中央银行只好他还有一些工具存在 就是现代措施 但是现代措施要教训 所谓总裁说要教训投资客 会不会教训到 你最起码打两层 投资客才会伤到 因为他提前上车 所以他成本比较低 但是先教训的 就刚刚讲的那几种人 所以基本上央行这一次的措施 其实先教训 还没有教训到投资客之前 先教训到一些无辜的人 但是你的核心新清安的五年宽限期 还在的话 他会休息长幅一阵子 他还会继续的 所以央行这几个措施 就是视利视弊 有好处是限缩的资金 但是坏处就是把一些换屋族的 中小建商的 还有所谓的教训 新清安五年的宽限期 这个部分还在 对 所以他这个换屋族的 就是造成换屋族 防小咖防不了大咖 所以你现在是把市场的机制去扭曲了 犯屋族 正常的犯屋族量没有了 这个把量缩了 所带的再带不出来 那整个市场交易量都先遭殃 交易量遭殃 其实是对市场是最不利的 对产业也是最不利的 对市场也是最伤害的 但是价格会因此下来 你说这高总价不友善 会转到低总价 所以你对就是打豪宅 现在打豪宅要打给谁看 打给年轻人看 豪宅已经躺在那边 你现在还在高价的 这个船数一直在缩小 你根本跟豪宅 这一波根本跟豪宅 毫无关系 你说大件商没有受伤 因为这个之前已经清除已无 所以小件商会受害 每一次在从第一波到第七波 其实都是大折恒大 大件商越来越大 他讲话 他价格喊得越高 中小件商躺在那边 所以现在下来的时候 中小件商会先开枪 所以李董你预言 明年的整个房地产 市场会怎么样 市况会如何 第四季就是盘结束 第六个循环 明年开始就是反跌 跌多少%我们等一下再讲 谢谢李董 我们继续来看 我们刚刚讲到说 这个名下如果你第二套房的话 房贷成数降到五成 这个压力其实蛮大的 我们现在担心说 是不是有违约潮会出现 没办法 要交我贷不到钱 不是逼我违约吗 那现在我们这个 央行最新的说法 已经说 适当的时候可以做排除条款 好像有一些例外排除可以发生 目前还没有讲清楚 你觉得现在排除条款 可以解救一下目前的状况吗 先几件事 第一件事情是我认为这东西放出来 就是先试水温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排除条款 他可能自己没想到 所以我们从过去的经验来看 让我们看我们节目 讨论一下 我们什么排除条款 我们帮他想一下 什么排除条款好了 对我们想几个事情 第一个就换物的 如果说他名下 可能夫妻名下 只有一间房子 他要换房子 那这些人可不可以放 当然可以放 那另外一种的话 就是有一些倒霉的人 他比如说他 他阿祖给他的土地 然后他可能持有比如说两百分之五 类似像这样子的这种 这种的话 那他是不是应该 应该也不能够算在里面吧 对 所以像这种 比如说他已经是持分到非常小的 然后这些东西他不能开发 比如说他在台北工作 然后他继承的土地可能在屏东 那他这种的话 以现阶段的规范来说的话 那他也会是一个状态 而且其实我们也会认为 是说刚刚那时候 这些就是央行的这个政策 出来的时候 有一个说法是说 是不是有机会 可以这样平均地权条例 在这一次里面 稍微去做放松 为什么呢 因为对于很多的一些 我们说是投资客来说 他们都买预售嘛 预售杠杆一大堆 好了 我们之前我有个朋友就讲 他就说他高雄某一个案子 那个案子大概三百多户 然后呢 就因为快要交屋了 建商就好心问了一下 你们所有 我们大概有多少人 可能贷款有问题 不得了一问七成 所以他们全部都投资客 那什么时候问呢 他就是押了下来 问一问 这一次之后问的 问的时候七成 七成怎么办呢 七成怎么办 他现在怎么办 他现在就是帮忙换约 因为他现在是二等亲 他现在就是说 你如果说你这些换约的 这个事情的话 我们现在只有 直系写亲之内 或者二等亲之内可以换嘛 好那就是说 比如说 斯卫 你现在你有这间房子 然后那个 你代款下不来 有问题 怎么办呢 马上去结婚 这也是一个办法 马上去结婚也没办法 这另外一个办法是说 你弟妹现在想要买一间新房子 他说那我弟妹 我弟妹 我很久没有跟我弟弟联络了 那你就先把你的房子 过给你弟弟 然后再过 然后再让你弟弟 过给你弟妹 过给他老婆 所以建商愿意帮他去做 现在这样可以了 这样有些人就是这样子 用多重的方式去换 换到有能力带的人 对换到有能力带 大家换人 建商中间不收钱 对建商来说 他重点什么 他重点要交屋出去 所以我们从这个事情上面来看的话 我们会建议几件事情 就是说如果有一些人 他可能预设他快交屋 他又没宽限 其实这些人是不是最有可能降价 现在政府是不是希望他降价 我们就从那些 有机会让他降价 你让他跑 你让他跑 他到市场上面 把筹码打乱了之后 自然而然就会有空间 ok 所以这是另外一招 大家可以用这个换约的方式去进行 那互动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那这一波当然是刚刚讲受害很深的 还包括了建商 你也非常的有感觉 而且你们这边是做比较多 是都更跟围绕的吗 我们是做都更 也受很大的影响 在这波打房系列里面 都更 直接看起来好像没有影响 其实影响其实非常的大 其实以我们公司现在案量来讲 我们有五十几个这个都更案 大概金额超过接近三千例 应该是前台湾最大的都更厂商 表面上看起来这个 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打房 信用管制把这个都更围绕都排除在外 但实际上还是会受到影响 从两方面来看 第一方面就是因为实际上 我们所谓这个都更的认定是说 你经过政府核准之后 他才叫都更 还没有经过政府核准之前 你再跑流程 你再整合 这都叫做一般房 所以一般房还是受到 七十二之二的影响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虽然直接影响 看起来不太严重 但是实际上整个产业 受到的影响是非常的大 然后其实最主要关键 真的这些打房 其实都是打短暂性的 我们要从宏观来看 其实真正影响房价 主要是从市场供需 你把供给量大的话 他房价就会下来 现在看起来 其实都更的量还是很少 因为都更还是 还没有到便利开发 总共偶尔这边一两个个案 所以他还不普及 所以都更现在对房价来讲 只有助长 还没有达到压抑 但是再过几年 我本来是五年之后 当这都更那样便利开发的时候 房价一定会平稳下来 甚至有可能下修 所以政府应该有耐心一点 等待那一天的到来 因为现在目前政府 现在政府这个措施打下去 如果假设整个房地产市场打 我们都知道 都更有个很重要 就是房价要来支撑 你房价不够水准的话 都更是推不动 那怎么样让这个房价 稳定的来成长 其实基本上就跟这个 我们讲这个民众的心理 所以现在是很怕房价 下修的话 对都更推展也是不利 因为这时候 政府就是希望房价更合理化 我们希望房价所谓合理 其实从全世界的状况来看 房价都要跟着经济成长 经济成长两趴 你就两趴 我觉得民众都可以接受 而不是暴涨 所以某些地方 现在就是非常不平均 对 那这为什么会不平均 其实都是因为 前几波打房都是打6度 所以你会发现 现在的这个 后来资金都跑到6度之外 所以这次 最会受到影响 就是6度之外 你看这嘉义的 那个云林 屏东 涨得不像话 那就因为资金就往那边跑 所以这一波 受伤很严重 应该是这些期益 OK 这一次 大家说中古城武海啸第一排 但很多人说 这个违约这一风潮都是序曲而已 接下来会有断头 无法拍屋 都会不断的成长 小建商倒闭潮也会来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其实前六波 这些中小建商存活空间就很小 那再加上这次的这个打房 这一波的第七波的打房 比前六波加出来的效果还要大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这个小型的建商真的是非常可怜 他完全没有存活的空间 所以我在几年前我就一定下定解析 不可以当中小型建商 一定要往上爬 那现在很侥幸也爬到 数一数二 但是我还是被打到 因为当整个市场都开始 这个下修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也难免 这个能够不自身在 不自身其中 那现在看起来 这个为了打这个少数的投资客 投机客 把这个房价这样搞 这我们危险的业者暴雷 买房子最怕暴雷 那是影响非常非常大 现在其实所有的建商 你看这个股票市场就可以看到 营建股几乎前几天 几乎都是产跌 都到跌停板 就是整个市场从宏观的角度来看 受的影响真的是非常非常大 所以我们看事情 有时候可能要从宏观来看 所以断头乌乌什么时候会出现 断头其实照一讲 中小型建商已经慢慢淡出市场 开始有一些盘转的动作 就是像我们常常都会接到 一些中小型建商 这个案子我做不下 最近有增加吗 当然增加 尤其但是这个 现在目前的这个情形 因为这种现象刚发生 因为这个政府的 第七波的信用管制 现代力 实施没有多久 我们还看不到 但是很明显看到 以我们自己的卖场来讲 我们的所有建案 大概都是推出一两个月就会clean掉 但是很明显看到 从这个最近这个房贷 政府的第七波开始之后 联合我们的房屋销售市场 我们在销售的这个销售点 也是门口罗庆 这个影响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这个将来所造成的后遗症 真的大家不要轻忽 那好在刚刚有谈到这个 我们的杨金宏先生 我们的已经有在做一些反应 一些应变的措施 就是要采取配套 还是要采取这个 有差别的待遇 不能无差别的随便乱砍 OK好 所以这个海啸是这个无一信免 我们来看刚刚说投资客 这一波会受到很大的重启 好我们请博士来看看 现在你说投资客 其实分两种 有一些小的可能真的很惨 有些大的现在反而是你刚刚说趁机进场减便宜 对像现在的话 基本上就是我刚刚有提到 你进到房仲店 你进到建商那边 大概就是说我就是首购 不然就是我有现金 那这边的话就是举手 大家起来举手 举手这个欢迎你鼓掌 欢迎你这样子 对 如果说我不好意思 我今天我有点小套房 我刚好要想要买房子 我来看一下你们房子 不好意思 这种是属于我们不受欢迎的族群 请你出去 对 现在大概是这种状况 因为基本上现在真的你就是 你有房子的人 你就是不受欢迎 你有贷款 你有房子的人 你就是不受欢迎 你就是有现金 我没有买过房子 这种最受欢迎 对 让我们来看一下 你从央行打房之后 第一个假日的高雄房市状况 散户的 比七月的来的人可能少了五十% 我觉得这个可能还算低估 我觉得可能都还低估 那客户关注 比如说你们这边一间房子 大概是这种概念 那成交的数量 大概降之各位数 不要说降之各位数 你可能连来客数量 可能都降之各位数 对 在影响区域的话 这边写的是说 投资客集中的北高雄 成为重灾区 不过接下来的高雄 会是由南高雄这边来领衔出击 很多投资客 可能会去买南高雄的部分 对 那再来就是说建商的呼吁 当然就滚动检讨 避免真正的购物客 受到牵连 现场马上就有一个受害者 就是在下我 你受害啊 我受害 就是我受害 最近媒体大家疯狂找我 就是说 我自己听说你这个贷款 贷不到 我就是买那个上市柜 建商的房子 连跑三家银行 贷不到 就是贷不到 第一家原本跟我说 你资历还不错 你名下有房 对啊 资历还不错 看起来有机会 建价的八成 然后后来隔一天 马上就跟我说 博智不好意思 这个我没办法带给你了 就没办法带给你了 降到七成也不行 对 一块钱都不带给你 什么七成 一块钱都不带给你 那就直接跟你说 不好意思 我们这个水位满了 对 那第二间 换一间 对 换一间 第二间 第二间 第二间不好意思 也是也是不带给你 对 那我把所有的虚光放在第三间 那第三间呢 原本也说好了 因为这毕竟是建商配合的 对 后来他也是说 不好意思没办法 后来也是没办法 那我特别赶快跟建商讲说 你们配合的银行三间 都不行那怎么办 你们是上市贵建商 还不是中小型的建商 上市贵建商 你上市贵建商 你都带不到款项化吗 我们是整批大量交屋的 整批大量交屋 你不带给我 对 那代表其他人 也遇到一样的情况 其他人遇到一样的情况 大家都一样 大家全部都一模一样 全部都一模一样 所以变成是说可是我去问银行 银行是说我们不是不带给你 是你要慢慢排队 排到明年 我就问到明年什么时候 我们不一定 可是我们的确有这个额度 那这不是废话吗 就跟那个银行三十五间 三十五间银行在网路上 那个专区 每一户都说会带给你 每一户都说可以 可是你实际于申戴之后 不好意思 你要排队 也都没有办法 对 你没有办法给一个确定的答案 那问题是我们要即将交屋的人 到底要怎么办 那我就是换屋主 我就是换屋主 你会用转约的方式吗 基本上建商也不会让你转 建商除非你真的是二等亲 可是二等 第一个是二等亲 第二个是说我也有朋友 他真的就是要去转约 可是问题是建商就拒绝 我说我没有钱 我带不到款 那带不到款 又不让我转那怎么办 唯一能够让你转约的 那家建商 某一家建商 唯一能够让你转约是因为 之前有一个购物者 他就是因为得了血癌 他买了之后 突然得到重大的癌症 然后建商才让他转约 所以一定要这么惨才会让你转约就对了 所以这个也不是说建商也就让你转 那现在找到解答了吗 所以现在投资客大致上分为两种 第一个是大投资客 第二个是小投资客 大投资客大概这些年来 房价基本上已经涨房间 涨房间的情况下 大家早就下车了 早就下车 只有剩小白还带着钢盔往前冲 所以现在的话 大概大投资客就采取大卖小买的策略 这些年来房价涨房间 他就把它卖掉 然后再买一些可能在市中心比较稍微抗跌的一些产品 那第二个就是说 卖掉这个表现不佳的外线市的房产 保留市中心房产 对那第三个就是说 我刚刚提到市中心房产抗跌能力比较强 所以小弟我就是买的那一户 就是在市中心里面 抗跌能力比较强的那一户 可是他不贷款给你 他不贷款给你 对所以我们就交头烂了 贷款问题 我们待会看看有没有办法解决 对那小投资客的话 就是说集中在新北市的 就是小白大部分都是买 那个重劃区里面的 那第二个就是说 associate平均地均条例 这些小白也没办法在交屋前卖掉 那再来就是的确像我们央行 现在的你面临到贷款困难 或是交屋的这个困难的部分 对现在是这样 所以总归一句话 手上没有钱 你就不要看房子 你不要看房子 你出去 大概就是这种概念 现金为王 现金为王 有现金才有话语权 我们待会来看看 到底目前这个房价 接下来让政府想要打房 房价真的会走跌吗 哪些地方会是最明显的反应呢 马上再回来 我们就来看 这一波金融海销 史上最强的打房措施 到底对我们台湾的房价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个目前请我们一些来宾写答案 你觉得房价会跌吗 会跌多少 好 秀属你的答案来 跌 跌 都跌嘛 都跌 五到十趴 七五折 九折 一年一成 差不多十趴左右 零到五趴 基本上是看产品 我觉得像这个稀缺产品 在这个淡黄期 像台北市的淡黄期 一个是不会跌 因为他有成本的质押 所以所以他是不太会跌 但是一般的产品会跌 台北这个一线城市 大概会跌五趴 所以特定地区不会跌的是 台北的淡黄区 台北的淡黄期 对台北淡黄期跟台中 这几个六都会的淡黄期 其实下跌大概 因为受到成本的质押 所以他跌的有限 那其他的二三线城市 可能会跌的比较严重 会跌到十五趴都可能 像我说屏东嘉义 还有你这个高雄 有些某些西域 就是我们讲的蛋壳期 高雄这波场很凶 蛋壳期会跌得最严重 然后蛋排期次值 蛋黄期跌得最少 台积电相关概念区也会吗 概念区那个还是会的 还是会收到限制 还是会 还是会收到限制 那个就是我们应该把它归类 他现在也算是 台积电那边应该也算是 所谓的二线跟一线 建议这边 OK 还是会下跌 主要是刚刚讲的 成本的制约 然后还有这个 共息关系的调整 那其实呢 其实人家都说 你刚刚提到台积电 我们说下一个台湾的经济 是靠两件事 一件就是台积电 一个就是都更市场 所以都更市场 是非常重要的 OK 好 这个最多会跌到十五趴 嘉欣五到十趴 我大概先讲两个底 第一个底叫做 大家可能会 有一个印象就是 美国四代风暴的时候 四代风暴的时候 他们大概平均跌两成 所以我们认为 我们不大可能跌到这个 那第二个底是什么 第二个底是我们预售屋 如果你违约的话 你退回给建商是十五% 所以我认为这是第二个底 那如果说我们再往上来推的话 其实五到十%就是看区域 如果说相对比较精华的区域的话 他有一些区域 可能有些人 他最近刚买 财务抽转不过来 他愿意让价 那大概五趴上下 那如果说是像是一些 比如说刚刚互动讲的 比如说像是高雄 或者是说有一些比较 六都之外的区域 来说的话 你看本来三十三万涨 跌到三十万也就跌了一成 所以低价区的跌幅 他会大一些 所以这个我觉得给大家参考 给他合理修正一下 这什么意思 期望七五折 那实际上一折 因为为什么呢 之前在奢侈税之后 不是全台房市全部躺平吗 然后后来谁打第一枪 新复发 几折 七五折 从此房市就回来了 所以感谢新复发这样 那当然因为新复发 投资客非常的多 可是今年我预估只有一成 九折 也就是说现在只有 现在贷不到款了 可是如果说你真想当运大头 三趴也得贷 因为我真的有朋友 他二点八利息 没有宽限期 八成赢贷 他也是拿 我说你怎么不去找那些什么 二点二什么 他说不行 现在只要有人愿意带给我 都偷笑 所以二点八他也要 那我说你要撑多久呢 他说反正我先贷了款 贷了款我再卖掉 好 那能杀就杀 所以现在看那个股市状况 如果股市继续一飞冲天 那房市不会跌那么快 可是如果股市开始往下跌 那跌的速度跟乘数就会加大 所以我期望是九折 九折应该是会很容易发生的事情 OK 好 就是差不多九折 但是随着股市 对 随着股市 对 随着股市 如果腾机店下杀个几根 大家钱更少了 更没有钱 就快卖房救股了 卖房救股 OK OK 好 就会跌更多 一年一成 对 像我的话 我是认为说 这个前提是在于说 你这个情况都没有改善 都没有改善 那持续的一年的话 基本上我认为 他有机会是跌到一成 而且明年是史上最大交污潮 对 明年开始会是二零五年的 史上最大的这个交污潮的部分 那你现在银行体系 现在光这样就已经几乎 快撑不住了 那你从明年开始 有这么多的开始交污潮 至少会三年 至少会有三年的交污潮 那你这三年的交污潮 基本上你银行体系有办法撑得住吗 然后再加上 再加上就是说 现在的确 大家会讨论说 有一些 那你如果这样 那是不是跟建商去解约 或是转约 各位 如果你贷不到款的话 你们可能很多人 没有买过预售 或是没有仔细的去看一下 预售屋的这个条款的部分 会怎样 如果非规则于双方 贷不到款的话 非规则于双方的话 在一定额度内 你是可以跟建商借钱的 契约上面是有明定写着这一条 在一定额度内 你是可以跟建商借钱 可是我们现在状况是 我借不到钱 一块钱都借不到 一块钱都借不到情况下 早就超过那一定的额度了 买方其实可以选择解约 买方是可以选择解约的 可是现在我遇到 有一些建商是直接跟我说 他们是希望买方解约 可是买方不解约 因为房价这些年来 涨了一波 反而是买方不想解约 那买方不想解约 然后他又贷不到款 那现在就卡在那个地方 真的金腿两难 不想解约又贷不到钱 又没有钱 这该如何是 烫手山鱼 李董说 这个房价接下来下跌 有六个循环阶段 我记得上次有在我们节目说 这个甩尾一年内会发生 就加了第七波 是不是应该甩得更厉害 对啊 我们看这张图就知道 过去五个循环 有三个四个循环是有甩尾的 第一第二三个甩尾是比较强的 第五循环的甩尾是比较弱一点 第六循环就是我们在去年第四季 开始新清安作乱以后 开始甩尾 那我也预期说 他应该超过一年 所以现在其实时间点已经到了 因为你到了一个抢购抢贷 然后操长 这个情况之下 央行不得不出手 为什么 因为新清安他把这个 所有假信息球都逼出来 另外就是说 他的不动产的集中度太强了 怕引起所谓的金融风暴 那会不会次贷风暴 不会 因为我们没有那个次贷风暴的 这个条件 但是我们有手贷风暴 就八成的高贷款 只要跌一成多 那小白就变小黑了 所以 而且又有八成的 这个五年的宽限期 所以我们现在在刚刚讲 这个房地产 这个经过这一波下来以后 已经开始要反转 那第四季还会盘 第四季会盘 这个涨跌附件 然后会撑在那个地方 结束第六循环 明年第一季开始缓跌五到八个percent 明年第一季 第四季才撑一下 第一季到第四季 大概一年当中有五到八个percent 那地区会强弱分明 刚刚讲北部地区 台北淡黄可能会比较抗跌 那有些量大或者是超涨的部分 我今年第一季讲说 再涨多少就会跌多少 所以因为这一季这一年下来 其实涨大概五到八percent 所以明年他就会跌五到八percent 把这个超涨的部分跌回去 但是也不会跌太多 到了后年 二零二六年 二我喜欢讲一次讲三年 这样比较准一点 二零二六年的下半年会止跌 二零二六下半年反而止跌了 就止跌不会拖太长 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 明年还有降息的预期 所以央行才会紧张 因为降息一出来 又怕这个资金又蠢蠢欲动 还有电价的问题 还有通膨的问题 还有所谓碳费的问题 一大堆的问题 都会有对房地产有刺激的作用 那后年的状况 到了二零二六年止跌以后 二零二七年是一个很关键的一年 它会是一个另外一个循环开始 也许是一个暴涨 也许一个暴跌 一个很关键的一年 我有机会再来分析 暴涨或暴跌 这个趋势差很多 也有可能暴跌或暴涨 或者暴涨或暴跌 那这个取决二零二七年的两岸关系 两岸关系 这个就难测 OK 好 谢谢 这个李董讲得很清楚 小白不要黑掉 我们希望他人生是可以越来越 这个白的发凉 这个自己的现金流要算得很清楚 好 我们请十位来帮大家分析 那这一步我们刚前面讲了很多的冲击 那么之前大家觉得当然是有杠杆 很多人买这个房子都充满了希望 长得我就卖 好像把它当期货商品 但现在情势有变 钱要准备得够 而且哪些地方你觉得会受冲击最厉害 其实如果现在我直接预测 我是直接哪里会跌最凶的话 应该是蛋壳中的蛋壳会跌很凶 蛋壳中的蛋壳 蛋壳中的蛋壳 蛋壳中的还有蛋壳 你不知道 就是说它是蛋壳 但是因为有些题材炒出 他冲过去买一户 然后就发现我是蛋壳的蛋壳 比如说好了 哪里是蛋壳的蛋壳 草踏重化区你有听过吗 没有 好 你没听过对不对 那拜托一个重化区的人就杀过去 大园重化区你有听过吗 大园有 就是大园空的那个大园 他一个什么 他只要 他当初是因为那个客运的转运 可是你要想 我飞到了桃园 然后坐机杰就进去了 转什么运 可是那时候有一个题材 就很多人跑去大园 不管空难如何就照满 可是附近还是慌张的钥匙 那你说草踏 是因为旁边有什么观音工业区 沿海有一些题材 就进去 结果草踏的是什么 沙漠 它有那个太阳能发电机 在那边叫草踏 它只是一条快速道路 人家就杀去买 所以蛋壳中的蛋壳会先反应就是 没有人要买怎么办 我先杀起来 比如说好了 新竹有个叫南辽 你有听过吗 南辽渔港 很有名 抓宝很方便 我去那边抓宝过一整天 也是抓宝的 宝可梦胜地就是南辽渔港 然后现在 我在那边干嘛 没有宝可梦了 只有海边而已 这叫做第一波先发酵 这几个地方 然后剩下是麦芽种 比如说像台中 麦芽第一名 台中 台中 今年下半年 已经算出来说 光是北屯就有三千多户 一个北屯三千多户找贷款 三千多户找得到吗 所以赶快去投资中租 最喜欢去说的对 因为这三千户 如果找不到贷款 而且这三千户 可能是可以转售的 因为早点买 那时候机器低 赶快卖就赶快跑 所以如果以现在的行情来看的话 这三千户一卖掉 一定是赔售 他们可能有赚 可是对市场来讲是赔售 那赔售怎么办 它就像当年的新复发七五折一样 导流 整个这样子下去 所以台中其实蛮危险的 那那个接下来是高雄跟台南 你都选这个亮点区 对 其实七都 这七月都是那种不好 像台北市 拜托台北市什么建商第二户 建商余物贷款 政府打到三成 没有人理他 因为对台北市来讲 放着就放着 不卖就卖 卖不得算就放着 你看新一线 就那么多空屋 它也没有在插 因为那个房子对他来讲是一个资产 摆着就是神主牌位 像那个旋转大楼就是神主牌位 可是像这种台南高雄不一样 这些过去台南是因为台积电之热 所以杀出来 高雄也是台积电之热杀出来 而现在就是面临就是 还没盖好 没有人 那我现在就要缴贷款 要缴不到贷款怎么办呢 先卖一卖调节一下 所以这几个地方的调节会很恐怖 那至于像新北市 哪边 这里 新北市 一万多户 新北市 因为新北市人最多 新北市有一些地方是恐怖到一个几点 比如说像土城 已经比板桥贵很多了 但是这个是投资客上车之后 怎么办呢 找不到下一个人 所以他们要出 也不想要出租 就这样你因为空着 到时候就像理事长讲 有可能会跳空 算了 我杀出去再说了 所以杀个一两成的价格 都是有可能会发生 OK 好 这些危险地方 谢谢四位 所以现在的重点就是 现金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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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该怎么办呢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 我们现在来帮大家解决 这个共同来脑力激荡一下 如果要买房子要交我 现在钱带不到怎么办 那么第七波管制包括了农余会 有许保险公司都有 所以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解方 我们现场来宾 高手们 有没有什么方法 秀出答案来 好 这个李董勋 寻求解约途径 戒足再慢 避免断头 直接解约 有的可以解约 有的不能解约 不能解约你要被断头 你要被断头 你只好你因为你现在断头也划不来 但是你假如筹足现金再把它这个补足了以后 你再想办法再卖 也许损失还会比较少一点 因为在目前来讲还不会跌幅很大 OK 好 就第一个解约 第二个就是想办法借钱 免得损失更大 总不能跳楼 这个是我们是半年后 半年到一年 我觉得这些措施都会改善 因为政府如果继续这样搞下去的话 这个房市会崩盘 就好像1990年跟2020年大陆的打房 你说我们会像他们 如果继续下去的话 一定会造成房市崩盘 那其实现在台湾 台湾的老屋 那个就是1999年比较安全的房子 大概在整个房屋市场只占了不到25% 所以75%的房子都要改善 都要改建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政府不会让房市奔盘下去 所以而且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房地产市场 对GDP的占比很高 所以我觉得半年一年之内 这些措施一定会修正会改善 我不认为这么悲观 OK 好 你觉得会政府会避免你所谓的 担心崩盘的事情发生 是的 所以先撑过这半年到一年 半年一年 我觉得券商会配合这个住户 把这段期间撑过 所以我认为这种事情不会发生 OK OK 先撑过这段时间 好 嘉欣 这个原则上面是 如果说有发现有一个 大概差一两成的这样的陈述 就是已经有银行愿意借了 那你或许可能 差一点少少的 对 差一点少少 比如说保单质押 或者是说卖股旧房 或者是说 股票也可以质押 对啊 或者是股票质押 再券质押 基金质押 就再把他钱都弄出来 然后当然有跟父母借钱 孝顺父母 这也是一个方法 那另外来说的话 如果真的没有办法 其实农运会之外 有一些小的商业银行愿意做 只是说这些小的商业银行 它的利率可能会给到2.8左右 2.6 2.8 那这个我认为可能可以去问问看 就是坊间分行很少的银行 因为有些人他们现在去借到 农会与会新核设减公司 但他标地太大 所以有些公司 他们现在就开始拖 那小的银行可以 那另外来说的话 会建议在这个时间点 可能还是要加延后教屋 或者是就是特殊的条款 就节约着 不用负担赔偿的一些条款 这个这样买房子会比较安全一点 OK 好 再寻求其他可能性的管道 第一个什么 找高利 吓我一跳 高利是2.6%到3% 其实之前我有跟大家讲说 去找台湾银行 因为那时候台湾银行还有2.2% 然后早听到我的直播的人 都跑去台湾银行了 后来我就听说台湾银行买了 他不想做了 因为全部都找台湾银行 因为你没有想到台湾银行 是发行插票之外 居然可以借款 其实我当年我的房子的贷款 也是找台湾银行 现在没了 没了 现在全部都说 我们没有水位了 我们要审核你的那个自利 你如果薪水算太少 我们不带给你 那高利 因为其实最近你知道哪一家 喊罪休吗 中国信托 他说我有千亿房贷 等你来借 就会大家去问2.6起跳 没有人想当白痴 因为现在2.185不带 你会带2.6吗 可是现在如果真的带不到 这种高利你都要去借 先借再说 然后把旧房子卖掉 卖掉旧房子你就变手够了 你就没有房子了 你再重新再转贷 就可以了 但做你现在旧屋好卖吗 你不要贪 你就这样一点 旧屋如果你持有40年了 你还要贪多少 做人不要太贪 所以卖旧屋 旧新屋 对 因为反正总是比都更还要轻松一点 OK 好 我这边用了三个 第一个是银行房贷资讯揭露专区 这么多问号 对 我用了很多的问号 到底会用啊 他三十几家全部都说我们可以借 对 那实际我去跑了 他就说要嘛就是额度满了 要嘛就是我们最终保有这个决定权 那到底是你是借还不借 再来就是说还有第一次公布的时候远东银行直接在上面直接讲说我们都排队到明年了第一次公布 那现在已经公布了三次了第一次公布的时候就说我们已经排队到明年第二次的时候远东银行立刻改口 立刻改口说不好意思我们就是我们可能还是有一个最终的保留权这样子对所以三十几家银行全部都是一致口径对民众们说我们都可以借 那你实际去跑之后你自己去借借看你就知道 那在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如果是建商的话 那就是去跟建商去做协商 就是所谓的delay交屋的部分 对那我也跟建商讲说我要delay交屋我们可不可以写在白黑字写在合约里面 他跟你说我们会我们基本上我们不会收你违约金 那你写下来啊 他死都不写建商死都不写 他就是口头承诺你说我们这个就是让你delay交屋 没关系 所以你只能等等你只能等等明年这个有水位有额度的时候 那你再来交屋这样 那真的你如果真的是不行的话 大家就会走法院吗 对那仲介的话 仲介跟屋主端的话 仲介的话 如果仲介真的不幸在这一波 大家喝成交 前阵子大家都喝成交 千万经济人一大堆 对 可是你现在开始会不会有人开始为了就是要责佣金 这件事情 应该要吧 对 因为像还有有的会押解约条款 那解约条款是我有遇到房仲 他主动跟我说 我们现在只要买卖房子 我们第一句话先问买方要不要贷款 要贷款 那要不要先押解约条款 我们就先把丑话讲到前面 我让你押解约条款 仲介是主动让你押解约条款 因为他不想要后面 可能还有一堆后续的一些麻烦的事情 对 那也不想要去罚这个 持人的这万分之二 那再不然可能就要走法院 那第三个我要特别讲一下 因为我们自己实际有在借钱买房子 新清安大于建商整批交屋 大于首购 什么意思 以现在政府的态度来讲的话 第一个新清安他会摆在前面 他会摆在前面 那第二个是建商整批交屋的部分 因为整批交屋他毕竟有一些额度的部分 再加上银行现在是过渡期 万一之后 如果真的恢复正常了 银行会愿意去得罪建商吗 基本上不会 所以他大量交屋的部分 他还是会保留一些额度给他们 那再来才会是首购 像我自己我就遇到说 我去问银行说 我现在你愿意让我排队 让我等到明年吗 那请问首购呢 他直接他们这间银行就直接说 首购我们不接 他直接说首购他不接 首购也不接 他直接首购不接 他说我们已经没有额度了 所以首购你要额度 你要去找的 你要借得到钱 你要去找的是 还有一点点额度的首购 你才借得到 不是你首购就我有一个无敌心心 我随便找家银行踏进去 我是首购 他就会借你钱 没有不好意思 謝謝博智 我們今天现象所来宾 提供非常多这个宝贵 使用的资讯 那么海啸来了 那目前这个大家可能要好好的 评估自己现金流的情况 做好万全的准备 今天提供了非常多方法 大家可能应该要做功课 因为感觉现在资讯 我们也静后政策 接下来我们会进一步的变化 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顺利 度过这一关了 下礼拜再就你一起来开怕 拜拜 拜拜